充滿財氣的臉項 這個財氣的臉項 可以看一下就是 額頭日月兩角要很明顯的隆起 日月兩角就是 例如說有些M字額有沒有 這樣M字額 像麥當勞一樣 那日月兩角就是在這一個區塊 我們來問一下周興君老師 什麼守面相的人 他從小對金錢就比較有概念 對 人家講說 賺錢塞了 欠錢才是塞乎 就是說你很會賺錢沒有用 你不知道把錢如何的省下來 那到後來就是如果你百萬年薪 到後來還是夜光族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沒有用了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你一定要會要省到說 讓你做一個叫守財爐 或是說因為去存錢 而讓你的生活沒有品質 其實也不必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種種的 如何的去控制錢 掌控錢 知道怎麼樣的去應用錢 而不是被錢來控制 這個就是你的金錢概念 來 我們來看看 從小就會鎖定目標 認真的努力的人 像這個人就是 硬糖其實很光潔 通常我們講硬糖光潔的人 都是聰明很能幹 頭腦很清晰的 但是如果他的硬糖 硬糖就是兩枚之間 這個硬糖比較小窄一點點 通常這種人都沒有辦法 受到父母從來一直 就是一直以來的好硬是 而且沒有辦法受到 父母的那個在栽培種種這樣子 因為他的硬糖會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這種人通常他從小 他就會知道說 怎麼樣的去確定目標 因為他會看到 父母因為錢被錢 他就從小就已經知道 父母被錢綁的那個狀態 所以他很少很少就自我學習 那就是他會鎖定目標 那認真努力 知道想要 需要 跟必要的這個觀念 所以他就會有這種概念上面 就知道如何去用錢的態度 來管 就是能夠讓自己省一筆錢 來管控自己的錢 就是這樣子的人 好 我們再來看看 第一種人就是鎖定目標 他是絕對不會亂花錢的 這種人就是眼睛小 眼睛小的人他其實有時候很 就是他比較那個叫什麼 就是比較保守 比較謹慎一點點 他不會說什麼事情 就看得非常的 好像非常好 什麼都沒關係沒關係 以後再來 就是說你看到的 全部都是好的那一點 所以眼睛大的人 通常就是比較比較空慨 比較做事情就是比較 阿沙里這樣子的人 那如果說眼神厲害的人 所以這種人 他其實是不會有意不解 他其實目標的鎖定很好 他本來就會看得很清楚 那再來就是說 眼睛黑白分明的人 這種人做的人就很有毅力 他想要做的就會鎖定 他就以就是那個目標 已經設定以後 他就不會隨便去亂花錢 他就知道說賺錢很重要 省錢更重要 所以說如果沒有辦法 妥善的去安排 怎麼樣的去理財的話 這些錢再多的錢 還是一樣如流水 財如流水就會一直過去 所以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他從小就會認 就是這個斷定 這個認定這個設定這個目標 他就不會亂花錢 知道怎麼樣去省錢 因為想要過好的生活 那以後一定要 你就有一筆錢以後 你才能過你想要的那個生活 再來就是我們講說 這種是拒絕誘惑 除夕的概念 像這種就是鼻翼很飽滿 鼻翼很飽滿的通常 他其實就是其實我們講 應該他是很會賺錢 而且這種人 財運員會比較好一點點 他的意志力會比較淺 對錢的觀念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你的鼻孔小的話 就是你對面看不到他的鼻孔 像這種人他的對錢就是 看不到 對 他就是會對自己存後路 他不會就是說什麼錢 就是會亂花錢 所以他從就是像說 如果說出國旅遊 本來就是應該要帶錢 但是他帶了錢 很可能他到後來回來 還是那些錢 一定會留百分之八十以上 因為他不會隨便把它用掉 他還是會到時候會刷卡 刷卡刷卡 因為他會覺得說 錢還是最重要的 都會留在身邊 就是會幫自己留後路的人 你不會看到他有一天為了錢 在總櫃來總櫃提要 像跟誰借錢跟誰借錢 他沒有這種事情 他就一直都是會很存錢 像這種人存錢其實是 他最大的樂趣 他也會知道說 金錢才能達到我們以後 想要過得美滿 就好的生活方式 所以說只要存夠的金錢 你才有辦法去做 過這樣子的生活 所以你不會說 我們講說曾經擁有 曾經擁有就是我買了豪宅 但是沒三年豪宅就變別人的 可能走到門口 這以前我 這個就是我的房子 他不會過這樣子的生活 所以是從小 對金錢的概念就非常好的 剛老師我們先來看看 什麼樣守面相的人 有財也有財 有才華 然後呢財運也很好 對 這樣的守面相呢 其實他可以把他的 所學的一技之場呢 變成賺錢的一種方法 所以他身材呢是有道的 那我來看一下呢 第一個呢 你的守相當中呢 有沒有一個商業的紋路 代表就是說你學任何東西呢 你都可以把它做為生意 而且越做越大 例如說呢 你的守相當中呢 太陽線呢 很長的 我們的無名指的下方呢 這個地方叫太陽丘 假設你的這個太陽丘 下面這條太陽線這麼的長 已經穿過這個感情線就叫長喔 中間這條線有感情線 如果你這個長度呢 穿過所謂的感情線的話呢 代表就是說你的才華很出眾 我就是啊 從這邊穿到這裡 難怪喔 真的很長耶 對啊 原藝是也那麼好 是 歌又唱得好 這種就是喔 琴棋書畫啊 各方面要學習呢 都非常的快 而且呢 例如說 就像剛剛琼梅姐說的 例如說他以前要考演員證啊 考什麼 例如很多的證照 這些證照呢 都是幫助他日後工作上賺錢的工具 是 所以像這樣的話呢 學東西各方面呢 他都可以把它做為專業化 例如說很多人他在學藝術 學舞蹈 但很多人他只是單純的藝術家 但是他可以開個舞蹈教室呢 變得非常的有名很有錢 或者是學英文 那開個英文補習班 賺大錢的這種的 就屬於這種太陽線 非常的長的人喔 所以要恭喜你囉 好 好看第二個的話 就是藝術的紋路喔 這種藝術紋呢 它或許不會賺錢 但是呢它是 好 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宗旨呢 宗旨當中呢 有這個藝紋 藝紋的話就是說 我們一般有螺旋紋啊 什麼紋路 但這個藝紋呢是屬於它有分三個區塊 譬如說左右這樣轉的 還有下的這樣轉法 有沒有 叫藝紋 好 藝紋的話呢 它非常的有藝術天分 但是如果說它本身的運不好的話呢 通常很多的畫家都是 往生之後才特別有名 不過它的畫才會漲價 有沒有 就很多的畫家都會有這種 對 藝術家很多時候 滿感慨的對不對 對 但是它天生對於藝術的細胞呢 是非常有的 而且它對 例如說裝潢也好 或穿衣啊 美學啊 它都有它獨到的見解 而且它獨到的見解呢 會帶起一片潮流 就是這種的 那如果它是一掌握得到這個死運的話呢 它這個潮流可以轉為很多的商業 然後賺很多的錢 但是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呢 通常真的都是要等到 生後才會有錢賺 才會名氣大旺這樣子喔 所以這是天生有藝術細胞的首相喔 好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天生很聰明 然後學東西很快的衝影像 這種的話呢 就是耳朵要高於眉毛 還有 除了高於眉毛之外呢 耳朵要很貼腦的 就是你正面看起來 這耳朵不是這樣外翻的 它是很貼腦的 長青大哥都有 哇 瓊梅姐是完全是 耳高於眉的 有 它是很典型的耳高於眉 真的喔 耳高於眉的話呢 耳朵長在這樣耶 少年的話就是名氣會大照的意思 喔 難怪 對 從小就會出名 所以你看到 可能十幾歲就出名的 歌星或是影劇人員 他都是耳朵 都是高於眉毛的 這代表就是說呢 他很早就可以有名氣 很多人會喜歡他 那長青大哥的話 是耳朵還滿貼腦的 代表他可能學東西很快 看一件事情可能 喔 你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那我馬上就學會了 有一點過目不忘的感覺啦 喔 或者是做兩三下 就會做出了像十分一樣 這麼的厲害 喔 這是耳朵貼腦 就是學東西很快 耳高於眉就是 名氣來得很快的 喔 所以以名代曆的 恭喜囉 喔 好 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 充滿財氣的臉象喔 這個財氣的臉象呢 可以看一下就是 額頭呢 日月兩腳要很明顯的隆起喔 日月兩腳就是 例如說有些M字兒有沒有 這樣M字兒 像麥當勞一樣 那日月兩腳呢 就是在這一個區塊 嘿嘿 喔 特別的往上升的 像篤林哥的日月兩腳 就滿明顯的 喔 代表說呢 很有翼馬的運 而且呢 身懷絕技啦 喔 例如說呢 可能在某一樣 像技能上面 例如說可能 瑜伽啊 運動啊 舞蹈啊 歌唱啊 歌唱啊等等的 他會有一個地方呢 是非常突出的 那如果去比賽的話呢 像這樣的日月兩腳 很突起的人 他在比賽當中很容易得到名氣 然後還有名次 最近有比賽嗎 嘿嘿嘿 沒有 太可惜了 練一下 對 所以呢 這種有這種的話 有比賽有競爭的話呢 它叫做頭角真龍 是 它可以呢 或就是說一飛沖天的意思 所以這四款的手面相呢 都是有才華 也可以得到財運的喔